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学活动 造具练习及复习活动 版本 真平板 设计者 陈冠叶老师 教学者 左春香老师 图片出处 真平板教科书及电子书第三册 各位小朋友 您该学习目标 第一点 能以客家语说出日期 星期 并且能够进行运用几月 几日 礼拜几 去做什么活动的句型来做说话的练习 很挑战哦 第二点 能够体会太阳对人类的帮助 而且能够培养爱顾大自然的情操 这一点 我们在课程进行当中 都可以感受到 小朋友 人类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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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擦大自得 这点啦 加签 有带吗 好的 見て 형coman的 Huh Cristent 好的 小朋友相信 老师相信各位小朋友都准备好了 zie to read about you 老师就会说 下课的时候要记得 我要跟老师说谢谢 小朋友都会是一个很有礼貌的 还会讲客家语的孩子哦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有关这么多语词方面 这个日期这一张图 我们有五个日期 有个时程 那他是同七八九十十一 那左下方呢还有一个阅历 那我们现在先以九这个日子为标准 要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是今天的日期 我们先来用国语的方式 今天 今天是九号 九号 那么前一天呢 就是八号 前一天就是八号 再前一天呢 就是七号 对吧 九 前一天 减一 八 再减一 七 yes 所以以今天为准 今天是九号 那是星期减一 礼拜三 好 这是今天的日期和星期 那昨天 那昨天呢 那昨天呢 减一 就是昨天怎么说 昨天叫做 错步你 错步你 哎 九 减一 减一就是九减 一是八 哦 所以说 错步你 八号 八号 错步你 八号 礼拜 二 礼拜三 今天礼拜三 也要减一 三 减一 就是礼拜二 所以昨天 是八号 礼拜二 再一次 错步你 下 八号 礼拜 一 哎 这以昨天 减一天呢 昨天 的前一天 叫做 前天 国语叫做 前天 那海陆客家语呢 就是 千一 千一 哎 千一给日期 哦 我们九 减一 是八 再减一 是七 所以七号 哦 前一天 好 千一 嘿 七 然后呢 星期几 礼拜几 也一样 要再减 那么 星期三 减一 是星期二 星期二 减一 是星期一 礼拜一 礼拜 日 所以 千一 嘿 七 好 白日 很好 所以我们找到一天 今天为准 今天是九号 礼拜三 所以说 今天本一 是九号 礼拜三 今天本一 是九号 礼拜三 初本一 是八号 礼拜二 初本一 是八号 礼拜二 千一 是七号 礼拜二 礼拜二 好 接下来 我们还要来看挑战 挑战什么呢 加上活动 他那一天 去哪里做了什么 哇 去哪里玩哦 好 我们看今天 这一张图片 七月九号 九号这一天呢 是去台南的孔子庙 耶 你答对了 找到了今天了吗 今天去台南孔子庙玩 好 我们说 台南孔子庙 台南孔子庙 加一个玩叫做 聊 好 今天去台南孔子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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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哦 今天这样完完整整的 很长的一个句子 好 前一天 来我们减一 就是昨天 去哪里玩 哇 这就是彰化的大佛 去中法台孔子庙玩 或者也可以说 看中法台孔子庙玩 看张话大佛 看中法台孔子庙玩 初步一 八号 礼拜二 去看中法台孔子庙玩 接下来 再见一天 这边就是前天 千日 七号 礼拜日 哇 图片里面 是去哪里玩呢 去南邓 逆逆逆逆 逆逆逆 千日 七号 礼拜日 去南邓 逆逆逆逆 了 好 再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 往后加一天 就是明天啦 好 今天 加一是明天 明天怎么说 海陆克加语呢 第二 天 共 日 天 共 日 日 日 或者是 我们有个斜线 好 右边那边叫做 烧走 也就是明天 烧走 所以明天 在海陆客家话 有两种说法 好 天共日 烧走 好 我们以酒为准 加一天 就是十号 酒加一等于十 天共日 下十号 礼拜几 礼拜七 一样加一 好了 所以他去 哎 一个码头 高雄 真爱码头 去 高雄 去高雄 天共日 十号 白石 去高雄 咦 那么我们 再加一天 就是 后天 国语说 后天 哦 酒 加一 再加一 就是十一 十一号 后天 是十一号 星期五 后日 后日 十一号 下百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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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号 下百雲 天哪里人呢 哦 他要去读书 下百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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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这个 以九号为准的 今天 前一 昨天 就是 初步 在前一天 就是 千尼 好 我们复习 从一 二 三 一 是 前天 千尼 千尼 今天的 昨天 前一天 今天的 前一天 叫做 错步 你 错步 你 好 再来 是 今天 进步 你 进步 你 加一天 明天 天 公 你 天公 你 再加一天 呢 好 你 好 你 哎 这样 整个五种 五天的说法 好 以今天为准 减一天 再减一天 以今天为准 加一天 再加一天 一共有五天的说法 那你会了吗 好 以今天为准 叫做 进步 你 进步 你 错步 你 错步 你 千 你 千 你 好 就是往前 那往后呢 天公 你 天公 你 烧走 烧走 再加一天 好 你 好 你 OK 好 现在 我们来看 下一张 嗯 我们来看 句型 练习 我会讲 今天是几月几号 礼拜几 好 以这一张 日历为准 哎 那是几月呢 答对了 十月 那十月 小朋友 已经快从 一到 十了 我们来数数看 好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哦 好 所以小朋友 会看 这张日历了 这张日历呢 是中华民国 109年 年份有了 再来 几月呢 哦 月份也有了 十月 所以十月说 是十年 十年 那是几号嘞 哦 今天的日期是八号 十月八号 所以是八号 八号 那星期几嘞 哦 日历上写得清清楚楚 星期四 那课语就说 历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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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日历的左边 有一栏 叫做农历 八月二十二 我们暂时先放下 好 那今天 这个日期 是十月八日 星期四 好 这个课语呢 我们看下面 粉红色的这一条 它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 历拜二十年 历拜四 好 再一次 历拜二十年 历拜四 好 这个日期 如果在十以下 我们就会说 多少多少 比如说七号 我们就说 处七 五号 我们就说 处云 一号 我们就说 处日 两个字 合在一起讲 两个语音 这样比较顺 好的 再一次 历拜四 历拜四 你念得很好 那如果 十月五号呢 我们简单一点 往前减一 往前减一 那就要说 十月几日呢 十月七日 十月七日 那星期四 也要减一 就是星期三 好 减一天 今天的减一天 就是昨天 所以昨天 所以昨天的客家话 叫做 初步年 初步年 十年 七号 六百三 这样会不会同时减一 太棒了 那同时 我们来减二呢 减二 减两天 昨天 初步年 再减一 A就是前天 所以是 千一 好 我们来减减看 减二 练习看看 千一 十年 六号 礼拜二 哇 数学很好 对 这样就是往前减掉 好呢 那我们练习 往后讲 好 减减年 哎 加一天 就是天空年 天空年 嘿 好 十月 哎 八要再加一 十年 九号 礼拜四 礼拜四 也要加一 就 礼拜五 好 连在一起说呢 天空一 嘿 十年 九号 礼拜五 哎 很棒 那 再加一天 九 加一 就是十 好 那今天 明天 明天 再加一 明天 后天 后天 还有海读是 heo nhít heo nhít heo nhít hee ship nhét ship ho li 拜 li 六 heo nhít hee ship nhét ship ho li バイ nhít yeah 哎 哎 我已经 我已经 我还 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张月历 是几月份的月历呢 对 九月份 九月份呢 看一下 九月一号是星期几呀 九月一号星期三 九月二号星期四 很好 九月三号是白云 九月四号是白六 好了 那小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有四个测验题 那那个有圈圈 紫色圈圈的 请对应到 左边月历的紫色圈圈 好 那是二十三号对吧 好 那个就是今天第一题 好 接下来四题呢 就是对应日期 星期几 这样会填吗 好哦 人笔 铅笔 拿出了哦 拿出来准备好 七月替 金布泥 礼拜 好 公布答案 金布泥 九月二十三号 礼拜日 说国语 今天是九月二十三日 礼拜四 礼拜四 会看了吗 写对了吗 好 拍拍手 好 以今天为准 往后 加一 第二题 天共日 好 请写 好 请写 你写错了 请擦掉 然后图改 定证 这好像在像数学课一样 对不对 你上的这一课 在你数学的学习上面也会有帮助 好 我们看第三题 第三题 写对了吗 公布答案 昨天是9月22日 礼拜三 好 第四题 有个星星的 星星的 那个就是你的生日 好 假设你的生日 那我们客家语要说 找到了吗 九年 二十八后 礼拜二 好 国语版 我的生日是9月28日 礼拜二 好 现在你四题都答对了吗 嗯 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课程 哦 就到这边 好 下课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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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序咯 向你 希望信赞 上来聊 下课礼拜 我记得了哟 上来聊 我们下课咯 炎 下课咯 加砂 有 TC